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历史在兆二 民国史系列之一 容共与清党 主讲 黄毓民 回来第四次 在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逝世之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作成两项决议 刚才第三次已经讲到 这两项决议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国民革命的正统 和孙中山的维教的尊严 这些都是由主流国民党院主持的 没有了鲍罗亭 没有了汪兆明这些人 也没有了共产党搞局 所以可以通过两项相当重要的决议 也断定了日后国民党清党的基础 讲到这里我想讲一讲 就是讨伐田桂军 这些勾结段祺帅 和企图谋反的杨希敏和刘振环的部队 这一段是这样讲的 他说在民国14年的3月12日过父世世 他说当时我正在率领党军 即是蒋中正说他自己率领党的军队 在东江讨伐陈启明 已经平定朝媒 4月5日我回到广州 又发现田桂军勾结北方的军阀 田桂军就是杨希敏 贵军就是刘振环 云南和港西的军头勾结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国民党指挥底下的部队 但是就勾结北方的军阀 反对本党联俄用共为名 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 我先去朝媒亲率党军回思 就评定这个杨希敏刘振环的叛变 他这个说得很简单 其实战程都很复杂 当时的代理大元税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就委任蒋中正做总指挥的 土役 土佛这个杨希敏刘振环的部队 在1925年6月13日修复广州 15日大元税府就改组为国民政府 党军就改称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至此才有完整的广州 和统一个广州 做了革命的根据地 他这一段说话是很简单的描述 这一件事 其实过程是很复杂的 土佛洋流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但是他三言两语就说完了 这就牽涉到田军贵军 又和陈炳明的军队勾结 又和直系的段祺瑞勾结 企图叛变 因为他在广东 他在广东上次 因为土佛陈炳明有功 孙中三将他们立为己用 但现在他想谋反 但幸好有个蒋中正 但蒋中正就只是短短几句说话就说完了 是吧 就是 我乃在往朝媒 亲率党军回思 平定杨熙敏刘振华的叛变 最于6月13日收复广州 15日大元税府 改组为国民政府 党军称为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至此此 始有完整的广州 与统一的广东 做了革命根据地 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说 他也有一段很简单的 那段是什么呢 就说 其实本党已经表明反共态度的党员 在北京 上海另行集会 即所谓一般 所谓西山会议派 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 尚能一致团结 便没有显著的列痕 但是共党这时 对本党内部分化作用更加积极 挑拨构线 制造左右两派 指湖汉民大季徒 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 指汪兆明、廖仲海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 而挑拨胡汪之间的互相差异与冲突 8月20日 廖仲海被刺 本党中央更陷入危而震撼的境地 共党这时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 又在其所谓右派斗争之中 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 而汪亦忠受其煽惑 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 直廖岸嫌疑关系 强迫胡汉民以出示俄国的名义 尼越出国 于是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明的关系 转施于汪兆明与阳忠正之间 制造本党另一身矛盾 他短短三两百字讲完整件事 其实那件事就非常复杂 我们下一次就会讲这个国民政府 这里所讲的大元税府 改组成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的成立 真正中国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是有分别的 一个叫国民政府 就不是叫做广州大元税府 国民政府 另外就是廖仲海被谋杀 是吧 搞到整个中国国民党呢 就立立乱 是吧 那这件事呢 就是 可以说 呃 人言人暑 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 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但是这个对整个国民党 就是那个领导阶层呢 就造成一个就是相当大的影响 也都出现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分裂 是吧 那特别是关于廖仲海被刺一案呢 就是下一集呢 我们会稍为详细的讲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廖仲海其人 那后来她的夫人何香盈 都是亲共的 她的儿子廖成次就做过共产党的高干 做过共产党的领导 也都写过封信给蒋经国圈寒 那这些大家都是 就是在他们两代人来说 基本上都是有通家之好的 当年廖仲海和蒋忠英的关系 都非常之不错的 是吧 就是廖仲以身信 以身信国 是吧 那背景呢 都是非常之复杂 这个也是中国近代史里面 就是一件原案 是吧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是吧 但是对整个国民党的团结 和国民党 后来和共产党之间的决裂 这个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是吧 那就 看回这个 呃 那你就先将国民党的领导层做了一个分化 是吧 那就将汪兆明和湖汉民之间呢 就製造了一些严隙 是吧 接着呢 就照版主管 就将汪兆明和蒋忠正之间的矛盾 是吧 又将它扩大 是吧 但是汪兆仁本来就是有矛盾的了 是吧 国民政府成立了之后 那个国民政府主席是汪兆明 是吧 那后来为何蒋忠正会到最后成为实际的领导人呢 其实跟这个容共与清党呢 就是我们这一辑要讲的历史在照呢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这些可能一看的人呢 我听过这个节目的人呢 可能他兴趣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最近看到有一番一些资料 当然 对一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呢 不同的人他可以有不同的评价 当然也都跟他本身的立场有关 那譬如我们看回这个 就是 中国革命简史 就是唐德江教授寫这个本 他也有一些看法 当然这些看法就 跟主流的国民党的看法就有些不同的 他在这本书的第十二章 《北伐与清党》里面呢 就提到这个蒋介石的权力 怎么解释会迅速上升 就是广州的共产党和国民党 是吧 就是 为什么他会有机会 成为一个军事独裁者 这一段历史都非常有意思 你不能不讲讲讲解释这个人 所以 所谓戀外用共 基本上跟他没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他只是去俄国考察了之后 他就回来说给孙中山听 俄国人是靠不住的 共产党也靠不住的 就说完了 接着他就搞他的黄埔军校 接着他就不断打仗 基本上就是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 或者国民党内部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都在不断打仗 到最后他就成为一个军事强人 和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领导人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这个唐德江对孙 对蒋介石的描述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下一节 或者可以讲一个这个部分 讲了廖仲海 胡汉民 这个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的严隙 接着是蒋介石和汪兆明 两个既生如何生量 当然成功的那个就是蒋介石 后来汪兆明就被标签为汉奸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继续讲 用共与清党